我跟你说,拓海当年如果有这辆球,他将拥有一片小树林 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期的老路81 最近有外媒报道,雷克萨斯计划于年底发布全新UC股配 也就是基于现款丰田86平台打造的雷克萨斯跑车 甚至外媒还十分敷衍地PS了一张假想图 按照老路充分的惯例,迅速扒了他 目前我们能够获得的叠照只有一张分辨率极其感人的前列 显然图片信息除了告诉我们它还会依然沿用雷克萨斯家族纺锤式进气格山之外呢 也就毫无价值了 那咋话嘞 经过老路翻阅了汽车构造、汽车理论、汽车设计、汽车造型、创意设计等大量资料之外 发现,我们要从拓海的作家也就是86开始分析 嗯,只有这一条线索了呢 最新款的封田GR86今年上市和雷克萨斯之间完全没有任何关联 即便是2011-2020年的上一代GT86 也只是一些改装厂推出过魔改雷克萨斯RC的包围罢了 成本控制的 所以UC股贝相比GR86的车身覆盖件并不会推倒重来 绿色部分是白车身和前翼子版 白车身细到一条线条 一点光影都不会变 可以直接照搬GR86 这个地方变了基本上就是换条整个生产线了 不能铺张浪费 不换 绝对不换 前翼子版GR86前大灯末端出现了一块内凹三角区域 这个区域不仅冲压难度大 而且尺寸精度很难把握 对模具要求很高 所以丰田也绝对不会动这里 其次不会变的就是车门 车门是一个立体线 内镂空且有防撞钢梁 外部造型方面需要乘上起下 比如来自前翼子版和白车身的线条和曲面 相比前两者 发动机舱盖可能会有一些形状的改变 但是毕竟牵扯到金属键就牵扯到冲压模具 所以即便是变化也不会大到阔斧 而我们标红的区域全部是GR86采用塑料件的部分 这部分完全可以推倒重来 重新设计 也是设计师平时在做改款车型时最大的舞台 我们设计红色区域可以借一件样本 绝对不是已经上市9年的LC或者RC 我们应该更多的去参考雷克萨斯近些年发布的概念车 因为这些车型即便不是跑车 甚至是电动车 但是它们的外形设计是可以代表雷克萨斯未来设计方向的 比如今年发布的LF-Z和19年发布的LF-30 从这两款概念车上找相同点 首先就是由于电动车不需要进气格栏 它们都采用了无边界仿锤体设计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参数化设计 其次仿锤形被演变成了一个穿入车身内部的几何拼接 而非二维形面 老陆根据这些特点绘制了前脸45度的假象图 车尾部的分析方式和车头类似 我们也按照红橙黄绿四个颜色 标注了车身覆盖件变化的可能性 根据变化部位和两款概念车的设计语言 我们推测 UC股贝的尾部大概率会采用连体式尾灯设计 同时下扩散器也会根据车尾仿锤轮廓发生改变 下面是老陆绘制的车尾45度假象图 相信现在很多90后甚至00后 从小都有一颗赛车梦 都幻想过自己成为藤原拓海 也曾想过要拥有一辆丰田八六 八堂 八六上山奔驰上树的故事 永远是拓海心中挥之不去的阴影 说谁是平民跑车呢 说谁为了情怀不顾现实呢 我跟你说 拓海当年如果有这辆车 他将拥有一片小树林 他可以开着这辆车 成为夜店门口最亮的星 他也可以是年轻有为的上市公司老板 他更可以利用飘移过弯 出现在秋名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